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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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检取电脑 传接和记者证等 另一批人员就辞法庭首领 去到立场新闻官堂的办公室搜查 被捕的处理总编辑林绍彤被带来调查 去到中午 警方检走十几箱证物 包括多部电脑 并且共动员超过200人 拘捕7人 介乎34至73岁 除了林绍彤 消息指亦都包括前总编辑中佩权 四个前董事何韵思 吴可儿 方敏生和周达志 涉嫌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 警方认为他们在公司编採运作有重要角色 中佩权的太太 正是怀押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 亦都被捕 消息指她曾经在《立场新闻》 赞写煽动性文章 国安署说《立场新闻》 在去年7月到今年11月 不断刊登线动文章 包括报道和博客文章 于是采取行动 不过《立场新闻》下午4点多宣布即时停止运作 网站和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 亦都即时遣散所有员工 警方就说没有向法庭申请禁止运作 《立场新闻》一向都是做专业的新闻报道 这是无用置疑 全世界的人都有目共睹 无论是其他什么罪名 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时间我觉得不需要担心我 我未被捕 我亦都连协助调查都没有说到 就是说来搜屋 本身是记协主席的陈朗昕 相信事件和记协无关 《无线电视记者》刘晋玉德 警方国安署说 正是调查《立场新闻》的资金来源 以及在英国设分社的目的 不排除改控其他罪名 又说对方已专访报道形式刊登文章 煽动外界对港府等的憎恨和分裂国家 警方国安署下午召开记者会 交代执法理据 说即使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立场新闻》在去年7月至今年11月 仍然刊登多篇报道和博客文章 煽动港人对司法的憎恨 藐视香港政府 善惑他人使用暴力 或者不遵守法律等 包括一篇谈及反修例事件期间 在中大的冲突 他又这样形容的 一些绿色军装的防暴警察 他们是用一些枪 对准远处的黄头溪 虽然是隔着了一个防毒的面具 但仍然见到前方的警察 在开枪掃射 也听到其中有些人说 烧光他了 大家都知道 在这些案件已经是审讯过的了 有没有见过这些画面 有没有这样的证据提供出来呢 居然都放在文章里面 警方又说 立场新闻以独家专访 或者以博客形式 上载国际线逃犯的文章 企图善惑他人分裂国家 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等等 消息说 部分涉事文章 由被通緝的前立法会议员 罗冠聪、许智峰赞写 有一篇是转载欧洲再出发大联盟的文章 谈及爱尔兰共和军 在英国发动暴力攻击 再反思香港未来的抗争发展 文章已经下架 警方冻结立场新闻6100万元资产 在国安署成立以来 冻结最多款项的案件 会调查资金来源 又质疑不少资金存放在英国分社 会调查成立的目的 例如是否有勾结外国势力等等 是不收赞助 又不收订阅费的安排 如果加上在平台上看到的广告业务 亦都见到不是说特别是很多的 为什么资金可以充裕到 可以在英国开一间分社呢 加上这个网媒 它是以报道本港新闻为主的 又为什么需要一个英国的分社呢 责任似乎就是多于 只是在一个报道的形式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执法者 所以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也都觉得是相当可疑的 被问到今次行动 是不是意味日后传媒报道 有关制裁的新闻 或者被指失杀就涉及煽动 警方这样回应 不是说去针对他报道哪一类的新闻 透过一些的报道 而去诱发这些的煽动的话 这些是我们才有兴趣的 那些报道是有很多主观的元素 放了下来的 例如说你访问个人 然后你又很同情他 又很赞成他做得好 又很感谢他的做法 甚至在自己的文章里面 都写了我和他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个我觉得就不单止 只是去一个报道的情况 被问到转载立场新闻的文章 会不会违法 李贵华说要视乎那个人的意图 但强调相关罪行相当严重 有机会违反香港国安法 提醒市民不要令自己陷入危险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 香港外国记者会等公然发布言论 拘捕涉嫌存谋发布煽动刊物的个人 是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香港法治 和社会秩序的正义之举 任何人假借利用新闻工作作为工具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破坏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勾当 只能是新闻自由的害群之马 必将遭到法律制裁 公署又说一些外部干预势力 屡次三番攻击香港新闻自由 足以涮染所谓寒蟬效应 批评支持新闻自由是假 见不得香港稳 看不惯香港字是真 奉劝他们立即停止 以任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政府收紧机组人员检疫安排 入境头三日必须在酒店隔离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建议 延长隔离期至五日 并同带电子手带追踪行踪 物流业计划措施对货运有影响 根据新规定 机组人员完成三日酒店隔离 第四至七日每日要做快速测试 整个21日医学监测期间 也要多次定期核酸检测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建议 延长隔离期至五日 之后的居家隔离需要配以电子手患 效果会更好 三日酒店检疫严格来说就未必足够 因为有些公安可能是之后才找到病毒 但是三日都是一个毫的孩子 你带了电子手患 就会监察到你出去社区的时间有多长 你纯粹是去社区检测中心 这个问题是不大 你一出了社区做测试 顺便出去买东西吃东西 和亲友聚会 这个也是违反了原则的 有物流业界人士认为三日酒店检疫合理 但是已经令到运载力下降 暂时收到航空公司 基本上应该有 起码30%的人数就开始降低 旺季会刚刚新年前 就应该会开始就更加紧张 到期时可能就是 如果班机又是缺少 或者是减少了 那机组人员又要强制性 做三日在隔离酒店里面 其实这个一定会是对我们的成本 所有东西都会有影响的了 他说如果检疫措施进一步延长去到五或七日 相信会有机组人员辞职转行 担心到时物流成本会上升五成 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无线电视记者杨潘斯报导 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新增个案有11宗 带有N501Y和T478K变移病毒株 即可能是感染Omicron 包括星期二公布 住在屯门加月半岛初步确诊的机组人员 剩下个案也有两人是机组人员 他们分别度过新加坡和德国等 带港后在机场检测程阳性 患者也包括一名住在薄库林 宝翠园陆座的15岁女人 他今个月15日前往美国 星期日回香港 为审慎喜见 他前复旗在香港曾经居住 同到访假地点要强制检测 另外再多12名早前确诊患者 确认为Omicron病例 累计有70宗 又试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6,444点升46点 标准普二500指数报 4,788点升2点 欧洲股市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47点 巴黎卡指数跌25点 德国Dex数跌110点 其他消息 主要降渡经常多车 路面损坏也很难封路重铺 只可以用临时物料收补 港局同理大研发更耐用的新纳青 期望明年完成研究之后 广泛应用减少路面维修的次数 开车走过 例如是农场道这些主要降道 驶经这些位置 司机就感受最深 是会弹起的 有些货车 很烂的 很多年都是这样的 车厢里面的杂物 有时会跌下来的 万线多巴士和大型车走 情况就更加严重 慢一点 越开都快反而等到避震都坏了 先迷变先 不止九龙一带 18区都有人投诉行车路不平 路政署在今年头三季已收到4200多宗 差不多等于去年的全年总数 公共道路维修的总开支也都越来越贵 五年间升了超过六成 今年预计要花近16亿5千万 当局说行常会 每日巡查一次行车速度快 车流量高的公路 主要降到就每星期一次 其他的就一至六个月一次 如果路远是非常繁忙 会用临时的物料收服 适当的时候才会进行比较大型的重铺工程 要腾出时间铺路有难度 又可不可以转用一些更耐用的铺路物料呢 当局和理大合作研发新的纳青 采用较大尺寸的石头 混合类似强力胶水更粗的纳青油 这种弹性的网络形成之后 就会让我这个沥青材料 它的恢复变性能力更加强 用了高感性沥青 就是可以显著增强它这种恢复变性能力 那这样它被破坏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 研究团队曾经模仪落雨的路面 将用开的纳青和新研发价 放在涉事60度水里面 重复用车胎滚过两万次 新纳青的粒痕明显比较浅 新物料已经在超过30个繁忙路段试用 显示有助减少路面的维修次数 至于是否全港所有路段都要用高改性纳青呢 它说如果一般的路段不太繁忙 用现在的纳青已经能够应付了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元旦农历新年假期就来到 内地公布疫情防控安排 呼吁民众旅游的时候 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避开热门景区 交通部门估计 今年春运客流量将会大幅增长 将会加强交通运输防疫 人口流动增加变相 令到疫情传播风险上升 交通运输部预测元旦客流量 大约8千万人次 交前一年少 而明年1月17日起合共40日的春运 合份量预计会大幅增长 甚至超过2020年的14亿8千万人次 当局将会加强交通运输防疫 包括查验旅客健康码 控制载客率 以及加强消毒通风 另外将会强化城市交通和铁路列车 民航航班的协调 以免出现大量旅客滞留 民旅部也提醒民众应该尽量避免去热门景区 中高风险地区也应该被开出行高峰时段 景区也需要实名制预约以便追踪旅客 国家维建委说 目前内地疫情整体平稳 但出现局部高度聚集 全国多点散发的情况 加上Omicron变种病毒的不确定性 提醒民众除了要戴口罩 少聚集 也都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上海市政府宣布随值倒数活动取消 元旦期间也都暂停灯光表演 无线电视记者李游昆布导 副总理韩正和新加坡副总理黄瑞杰 透过视像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韩正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电话 对中新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方欢迎新加坡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动和提升两国合作水平 王瑞杰表示 愿意和中方密切高层互动 发挥双边合作机制作用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自由贸易 由组员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两人又宣布达成陆海新通道合作规划等成果 并共同出席中国女生大红猫BB叻叻的命名仪式 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动物园 有两只苏门搭纳老虎仔出生 两只老虎仔今个月6日出生 一只红性一只痴性 各重大约一公斤 即是大约两磅几 动物园表示他们都很健康 正是由兽医团队全天候照顾 稍后回来有另一些新闻 欢迎新体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马森二 美股个别发展 科技股偏远 道市报36435点 升36点 标准普认500指数报4785点 跌不够1点 投资者继续关注新变种病毒对航空业等经济活动的影响 零售股组段做好 带动导致年升第6人曾应升到36500点以上 迫近历史新高 美国债知识率上升 支持金融股向上 但科技股受压 临近年底大市交投相对淡静 拘捕叫车公司滴滴出行 准备以介绍形式来港上市 不会压外集资 滴滴股价曾经跌超过6% 拘捕阿里巴巴正与国企初商 出售持有的社交媒体微博股权 彭博引述消息说 阿里正是同上海市政府旗下 上海民广集团初商 出售所持约三成的微博股权 但谈判仍然在初期阶段 据报中央主要是担心企业利用媒体影响舆论 报道推算阿里所持的微博股份 价值超过21亿美元 内地反梦断政策下腾讯上星期宣布 分派京东股份作中其息 变相减持惊动 三只新股星期四挂牌 其中被美国禁止投资的人工智能公司商汤 暗盘在个别券商平台失手招股价 上趟在其中一间证券行的暗盘平台 暗盘收市较3.8 3.8毫半 招股价低1% 但在个别平台 暗盘收市仍然较上市价超超过 高超过1% 专注基因编辑治疗技术的正乐一样 暗盘表现亦都个别发展 最高较招股价65.9 高近1% 但个别平台暗盘价低收过1% 表现最好价 要数内地电动工具製造商传锋控股 暗盘收市最多较43.6 招股价高出超过1.7 每手账面赚755元 华贸集团投得大埔公路一幅住宅地 地政总署公布华贸以13亿6800万 击败其余7个财团 纵标大埔校断价一个 一幅住宅地 楼面赤价大约6000元 符合市场预期 地平面积超过15万平方尺 最高可见楼面 约22万6000平方尺 华贸说 计划兴建低密度独立屋和分层单位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新高 美国商务部公布 首不月商品贸易逆差案 月扩大超过1.7 去到978亿美元 亦多过市场预期的881亿美元 主要由于入口升4.7% 但出口下滑2.1% 期内批发库存增加1.2% 到现在无线财经快讯上次回 各位我是马心仪 警方国安处拉了7人 包括立场新闻六名现任和前任高层 涉嫌村某发布先董事刊文 消息说包括前董事吴可怡和何韵思 处理总编辑林兆彤 前总编辑中配权等 并通缉创办人蔡东浩 据了解林兆彤和中配权最快今天被起床 立场新闻宣布停运 即时显赞员工 先看看警方的行动 国安处人员朝早大约6点 辞法庭首令去到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 陈朗星的大围寓所守证 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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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的处理总编辑林兆彤被带来调查 去到中午 警方检走十几箱证物 包括多部电脑 并且共动员超过200人 拘捕7人 介乎34至73岁 除了林兆彤 消息指也包括前总编辑中配权 四个前董事何韵思 吴可怡 方敏生 和周达志 涉嫌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 警方认为他们在公司编採运作有重要角色 中配权的太太正是怀押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也被捕 消息指她曾经在《立场新闻》撰写煽动性文章 国安署说《立场新闻》在去年7月到今年11月不断刊登煽动文章 包括报道和博客文章于是采取行动 不过《立场新闻》下午4点多宣布即时停止运作 网站和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 亦都即时遣散所有员工 警方就说没有向法庭申请禁止运作 《立场新闻》一向都是做专业的新闻报导 这个是无用置疑 全世界的人都有目共睹 无论是其他罪名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时间我觉得不需要担心我 我未被捕的 我亦都连协作调查都没有说到 就是说来搜屋 本身是寄协主席的陈朗星 相信事件和寄协无关 《无线电视记者》刘晋玉德 《立场新闻》网页昨晚11点 而除内容 只是静低停运通告 他们的社交网站和其他平台已经搜寻不到 或者改为私人状态 本护儿童会核核同乐居 有职员涉验若疑案 警方再发现多两名受害人 总数增至20人 再多三名职员被捕 累计有6人 三名职员介乎25至28岁 涉嫌虐待或忽略看管儿童 据了解新增两名受害的幼童 分别是一岁半和两岁半 涉事三个职员涉嫌用手打幼童的头 和扯头发等 保护儿童会早前说 翻查更多录影片段之后 发现多四名幼儿工作员 涉嫌有看伐的不当行为 已经全部被停职 首批在8月1日领取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 连同第二期的金额 除了八达通用户之外 其他三个电子支付工具的用户 都要尽快用完 否则很快会过期滞后 电子消费券开始派发到现在大概5个月 用完了吗 用支付宝香港 Tap&Go拍照 和WeChat PayHK 拿消费券的用户要留意 再不用很快就用不到 有市民说已经收到提示 消费券使用快要到期 我要买一张电动护理床给我 我一次用完 就不用逐一分开用 有没有特意趁这个旗下用完 有啊 就是特意趁这个旗下用完 这就是说如果我不用的 我就会失了这个消费券的权益 那我就很亏了 他现在通知了我 便可能有免账卡 可能有二百多元的 那我就趁他到期之前 就用完他 消费券计划一共有大概 630万个市民成功登记 其中550万人在8月1日 获发第一期金额 政府说有大概三成的市民 用支付保香港 Tap&Go拍照 和WeChat PayHK登记 即是推算有大概165万人 两期的消费券原额都会在 今个月31日之后自动失效 其余大概24万人在9月獲得的消费券 就会在下个月底到期 至于8月透过八达通 拿消费券的市民 而又在上个月30日之前 用完头两期一共4千元 今个月16日开始 可以拿最后一期1千元消费券 不设使用期限也都可以套现 假如未用完头两期金额的话 就会按用完的月份 在之后一个月的16日 获得最后一期消费券 头两期共4千元的使用期限 是第一期发放的7个月之内 无线电视机者亚佩斯报道 贸会决定捐出6亿3千万 支持政府举办香港特区 成立25周年的慶祝项目 贸会说 学款项将会支持大约60个项目 包括文化艺术、运动、关外共用、 绿色生活和国际会议等5个范畴 贸会主席陈南鹿说 支持一系列慶祝香港回归活动 希望透过正能量提升市民的整体生活质素 澳门发现第二宗Omicron个案 染病的62岁澳门男人 2月、3月和11月 接种了莫德纳疫苗 上星期五 在美国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 在第二日由美国出发 经新加坡 星期一抵达澳门 接受被烟饰子检测结果呈阳性 都列为无症状感染者 病毒基因测序显示感染Omicron变异株 患者到现在没有任何症状 列为输入个案 全球新冠疫情恶化 过去一星期新增500万人确诊 超过一半来自欧洲 而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个案 创单日新高 日本东京都的病例 亦是自10月以来最多 美国更加是破纪录 新增超过50万人确诊 日本近期的新冠疫情 较去年同期明显缓和 东京都的羽田机场 和全国多个新缸线车站 迫满打算回乡过年的民众 不少人说已经两年没回过家 不过当地疫情似乎有反弹迹象 全国新增398人确诊 东京都占76宗 是当地10月16日以来的新高 当地7日平均新增个案 亦较之前一个星期上升了5成7 而沖繩的美军基地群组 累计病例增加至近300宗 美军做的检测显示 当中可能有近4成7人 感染了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 另外山口园的岩国美军基地 亦有80人染疫 澳洲单日新增超过18000人确诊 其中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 佔11000多宗 较之前一日增加近一倍 打破各州和领地的单日确诊记录 虽然个案急增 但是悉尼的垂直烟花会演 将会按计划举行 但最大约的最多人 正在我们医院医院区 是人们不充足 法国单日新增破纪录的近21万人确诊 当局正是考虑实施疫苗通行症制度 禁止未打齐針的人进入多类公众场所 国会在当地星期三下午就措施举行听证会 世界卫生组织说 在过去一个星期 全球增加了近500万人确诊 当中超过一半来自欧洲 不过个案升幅最大的是美洲 其中美国最新录得破纪录超过50万人确诊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将报道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南韩外长郑二庸说 美韩已就韩战的中战宣言文本达成协议 但他未有透露文本的内容 又说由于北韩仍然未愿意重启8月起再次中原对话 未能确定平壤政府最对中战宣言的取代 他期望平壤当局能更具体回应 南韩有关中战宣言的提议 郑二庸又说 南韩原本希望借北京东奥的机会 举行两韩峰会 或者是联同中国举行三方会谈 改善两韩关系 但他认为目前难以实现 对于中美竞争的吹几烈 郑二庸强调政府立场一贯清晰 将以美韩同盟为基础 发展与华关系 并认为韩美和韩中关系 完全能够和系发展 澳洲传媒报道 澳洲国防部经审查之后 认为被中资企业 继续租用具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 不会对澳洲构成安全威胁 中国南桥集团在2015年 和澳洲北领地政府 签署价值超过5亿澳元 折合大约28亿港元的协议 租用北领地北部的达尔文港99年 达尔文港是澳洲通往南海的战略门户 具有重要的地理优势 当地的澳军基地 也会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用作定期训练 中澳关系近年陷入低谷 澳洲联邦政府忧虑被中资企业 租用达尔文港存在安全隐忧 要求国防部作出相关的评估 澳洲传媒报道 国防部经过超过半年时间的调查之后 认为协议不会对澳洲构成安全风险 撤消协议并不理智 由于联邦政府无权阻止 州或者领地政府和外界签订商业协议 意味国防部的建议将会令租约更难被推翻 不过有安全专家质疑 南桥集团租用达尔文港 并不是纯粹为商业利益 有关选区的国会议员 也认为达尔文港是重要的战略资产 应该由政府控制 澳洲近年多次阻撓中资企业 在当地的投资活动 包括在2019年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 禁止电讯设备商华为 参与当地的5G网络建设 中方批评是歧视和任为设置障碍 敦促澳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进报导 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机组人员报导 近日多班从美国出发 前往中国的航班言误或者取消 甚至要中途接返 是因为中方禁止航班入境所致 中方说同事实不符 已经向有关航空公司提出验证交涉 近期美国各航空公司人手紧缺问题突出 机组人员畏惧疫情下出勤情况 时有发生 这导致美国国内和国际航班大面积取消 中国驻美使领馆正在与有关航司沟通 积极了解具体技术问题 并探讨解决方案 美国西岸广泛地区受暴风雪吹窄 加州泰浩湖地区被大雪覆盖 多条道路封闭 动物派出产雪车清走足迹船 加拿大加州大学有实验室人员推算 截至星期二 整个12月累积降雪量达到5米 打破1970年的记录 戏园以前会挂上人手绘制的电影广告 在台湾有华师继续传承这一项技艺 游柱台湾记者 又经常来看电影 68岁的盐振发是这间电影广告画师 平日是这一处工作 这一日多了一帮来拜师学艺的年轻人 他们由打隔仔学起再放大挖出轮廓 每个细节都不能够抹肤 盐振发在示范怎样调色 精准还原色彩层次 有台北的室内设计师专程来台南上课 最主要是想要来看他用什么颜料 他整个绘画过程是怎样去缩短时间 这个手绘看板真的跟一般的话是不一样的 他有他的技巧性跟甚至他的整个手感鼻触 盐振发18岁入行 他说当年虽然是司徒制 其实很多东西要靠自己领悟 他的作品见证台湾的电影放映时 江大卫的迪龙那个连带 我那个少数嘛 江大卫是我的偶像 大博都水后很漂亮 厂厂刻板 江大卫的还有李小龙 成龙那个连带 最多一个花一百多块 很累 这两张代表作 这个真的好像哦 你看这个 这个很高难度 这个眼睛这个是写丝 是烧红眼 银振发是台湾少数几位画师 仍在手绘电影广告画 虽然目前只剩下左眼看得比较清楚 但他说不会放弃工作 放刀不能画 放刀看不见了 放刀都没有干净 当年一四人在那里 可能要放弃不可能 无线电视 珠台湾记者 屋国勤报道 有戏回来有另一个捷失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